今天凌晨三點鐘 台北東區經傳瓦斯中毒事件 而三立新聞部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獨家拍攝時才赫然的發現 這三位中毒送醫的傷患當中 居然是演藝圈內知名的演藝人員 而且他們都是吳宗憲的親愛子弟兵 而三位中毒送醫急救的傷患 除了休比杜華的劉根宏 以及很有才氣的創作人周杰倫 還有最近才與吳宗憲因為合唱屋頂 而逐漸受矚目的新人Landy 跟溫蘭還有那個傑倫 我們打完來球茫 然後到我家去 那都看跑馬燈啊 結果他一個人跟我洗一個小時 我跟溫蘭在外面都暈倒了 土排沒了 我真的嚇壞了 我第一個到醫院 那時候我心裡面會最擔心的是溫蘭 對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三個人裡面就溫蘭比較紅而已 然後 傑倫沒有知名度 對啊 想說少一個也OK 很擔心 唱片都錄好 還沒發 所以 壓了兩三千萬 所以人家命不該決 厲害了 唯一 我跟傑倫裡面 他是唯一被最後洗胃的 對 他問題根本不是食物中毒 但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就只好先幫他洗胃 他怕是食物中毒 對 食物中毒 還怕他通常的幫他洗胃 或者以為他是什麼 吃什麼安眠藥還是什麼 不曉得 那你知道那院長怎麼跟我說嗎 怎麼說的 他說 嗯 你這個都是你工作 我說 哦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啦 職場 三角戀 訓情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看到三個在洗胃 我來已經洗了兩個了 我跟你講我們帶著天使 因為我們剛寫完一首歌 叫做地獄天使 好 溫蘭幫我們唱卡啦 然後傑倫寫曲我寫詞 怎麼我帶你上了天堂 又推你下去呢 你帶我上天堂 又推我下去 寫的這還記得耶 你帶我上天堂 又推我下去 我擁抱著遺憾 墜落在天井 那時候多好笑 他跟溫蘭已經躺在那邊沒辦法 最後是杰倫爬出去 然後敲門 其實人家說 神經病惡惡作劇 敲了第三個門 他是死作勇者 是他死早洗一個小時 一多小時 我們兩個在外面吸一兩化碳 最後醫護人員叫我的時候 我手還拿著電話 撐在牆壁上面 因為我打給那個救護的 他以為我在開玩笑 但我神志已經在 插我笑 對 你要來他以為 你不要鬧喔 你在幹嘛 你趕快說 我真的還 然後他還叫我 隨意抱了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後來我就抱了一個 結果他打給我朋友 才發現我真的 阿美樂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聽哥鴻講多好笑 他跟杰倫在裡面洗澡 然後他們兩個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那個 他們早上去山上玩 那個問來說 會不會邪靈上玩 是 我當時也覺得有可能是 是不是鬼附身還是什麼 鬼附身 不是 我想 我們第一次看到有人吐白目 我是嚇了一跳 我就 怎麼會這樣子 以前的專輯 我就是憲哥的製作助理 對 他是我製作助理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很多東西都是我弄的 所以很清楚那個 都我弄的嗎 講得我好嗆 講得我 講這什麼話 對不對 串位了 串位了 你看看 欸 杰倫的第一張唱片 也是我錄的 也是憲哥錄之類 你們的便當都是我去買的 杰倫的那個第一張 然後弄弄 前面都是我陪打球的 我弄到最後 我說奇怪這個人很怪 他在唱什麼東西 我說啊 算了 你自己去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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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